我们现在出来吃饭 现在呢 每次出来吃饭呢 其实在家也差不多吧 都是我先吃 出来吃饭 每次都是我先吃 然后老公再照顾孩子 然后给孩子喂饭 我吃饱了以后 然后他再吃 哎呀 辛苦了 真的是 每次都是我先吃 都已经一年半了吧 对孩子生完之后一年半了 开始的时候要喂奶 然后现在又怀孕了 就是每次我要吃饭的时候 我都饿得不行了 就老公先让我吃 自己看着孩子吃 现在哄孩子吃饭 假装是飞机过来了 坐飞机或者是要鸟过来的 现在吃饱了 不用再喂了 下午陪孩子睡觉睡醒了 老公突然过来 给我画了这个海纳 你看老公画了 好久没画了 好久没画了 这前两天 突然在家里找到了一个海纳 就给画上了 好看呀 好看呀 你不是画了 让你扣掉了吗 这我老公的手艺看看 很棒吧 我觉得应该在我肚子上也画一个 好漂亮的 那个你不是新的时候才能画吗 然后新的时候也不让我们画 是 你也要啊宝宝 你刚睡醒 你看宝宝也刚睡醒 宝宝身上呢 这就一点点就有颜色了 你想想有两年没画了 你也要画在腿上啊 你把男子拿掉 好好说话 你要在哪儿画 什么呢 我没有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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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碰妈妈这个 不能碰妈妈这个 你也想画在这儿 你的都被你扣掉了 虽然这个很安全 你也可以画 爸爸给你画一点点好不好 他会给抠掉 然后再那个啥 put into the mouth 我们都不可以说这个词 如果我们说了 就相当于提醒他 还在看妈妈这个 等妈妈一会干掉了 就更好看了 好不好 睡醒了 你长大了之后 爸爸说 爸爸说你再长大一点 他天天给你画 好不好 你说啥玩意儿啊 啥呀 没很呢 你都忘记了什么说 你呢 没很地 那没很呢 那遗孕傻酸年 实在是笨得太多了 我去做饭了 哎呦 看我老公 老公还在 又开始做饭了 一天真的 马不停蹄 不闲这样 今天做丝瓜 每天早上呢 就是早上起来 能喝点咖啡 上厕所 闲早以后呢 就开始做饭 做完饭 带孩子出去玩 出去玩完之后回来 我们再简单吃一点 吃一点 完了之后 我跟孩子睡觉 然后他又做晚饭 今天这个是出去洗车了 所以呢 就稍微晚一点 家庭富难了成了 专心地照顾我跟孩子 还有压力赚钱的 还有压力赚钱的 对不对 真不容易 什么 还有老家的闹心呢 老家的闹心 还有家里的闹心 嫂子生病很严重 这两天 总去医院 然后发烧 很难受 很严重的样子 总去医院 然后我们约了在省会城市 帕特纳的医生见面 本来是他们自己一约是约的 十月份 对不对 十月末 十月末 十月三十号左右 十月二十九号 然后后来阿妍又找了朋友联系了 变成九月二号就可以去看病了 明天后天 好像稳定一点 没那么严重 发烧一百二 肚子一直疼 发烧就大概是三十九度四十度 一百零二四十度 三十三十九度多 三十八度多 三十九度 然后一直拉肚子 然后肚子疼 手脚都肿了还 也不知道什么 没有力气不说话 没有力气不说话 睡不着觉 哥哥也着急坏了 他哥哥是那种很淡定的人 都着急了 所以阿妍这边也担心了好几天 我妈妈也天天问 早上晚上的问 嫂子怎么样 所以就是忙碌 阿妍很忙碌每天 打电话联系 看看有没有朋友 能在潘纳帮忙 或者在德里以后 要是再看不好 去德里看病的话 就去那边帮忙 对他们安排有点闲 身体健康就行 现在好了就 好百分之九十了 现在 少子的情况 看完了 能不能看 你们不是招人了吗 不知道是真假的 看完了再说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晚餐 这个是米饭 然后 然后还有这个是 她老公做的丝瓜 宝宝宝也是吃的一样的 因为盐很淡 宝宝也是吃的一样的 其实这个餐呢 就是很标准的印度餐 一般在印度就会吃这样 因为印度人很少吃肉 肉吃的比较少吃肉 也是专门吃肉的 所以每天呢 他们的蛋白质 就是从这个大黄豆 黄扁豆那个汤里面出来的 这里也加了 我要开始吃饭了 还不错 这个还不错 好了 这个海纳干了 洗掉第二天 就是这个颜色的 看 我老公画的 还是蛮好看的 是不是 可以去赚钱了 可以去赚钱了 是不是 有这手艺 嗯 嗯 头发也是自己剪的 自己剪的 那我也可以剪头发别人的 那我哪里哪里哪里赚钱的 所有的钱都是我赚的 所以我不赚钱 哪里都可以赚钱